父亲对女儿说 你已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这是我多年前买的一辆车 它现在已经很老了 但在我把车给你之前 你先把车拿到市中心的二手市场 告诉他们 我想卖掉它 看看他们出多少钱 女儿去了二手市场 然后回来告诉父亲说 他们出价一千美元 因为他们说 这辆车看起来很破旧 父亲说 现在把它拿到当铺去 女儿去过当铺后 回来对父亲说 当铺只出一百美元 因为这是辆旧车 父亲让女儿现在 就去汽车俱乐部 让他们看看那辆车 女儿把车开到俱乐部 回来后告诉父亲 俱乐部有人出十万美元买它 因为它是一辆日产R34 是一辆标志性的车 受到许多收藏家的追捧 父亲对女儿说 同样的东西 在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评价 如果你不被人重用 不要生气 那说明你去错地方了 懂你价值的人 是那些欣赏你的人 永远不要待在 不欣赏你的地方 就是每一段时间 我这个从来的到处 有一些东西 一个咖啡 这个小时